台北市副市长林一华在现场了解五酒精业者如何推广自家产品 这里是年度餐饮盛会风味文化年会论坛 从线下百货及街边店与线上外送等各个案例 多面向的对谈探索在餐饮面进行创新 持续往最强之路迈进 也为台北市今年首度推出的台北餐厅周揭开序幕 今天这个风味文化年会论坛 但是为了台北餐厅周的一个算是一个起始点 今年我们第一次台北市政府跟民间来合办台北餐厅周 会从9月23号到10月20号开始 维持一段时间 大家都知道美食绝对是台北市面向国际的一个很重要的名片 我们除了有非常棒的夜市 事实上我们的餐饮我们的美食 已经是达到一个全世界都知道 已经是一个不管是在你味觉上的艺术或视觉上的艺术 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台北餐厅周 让大家更了解台北的整个的餐饮文化 那能够成为大家来到台北市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包括说出的旅游之外 很重要能够能够来享受我们台北市非常特殊的一环 副市长林华表示 纽约是有相当盛名的餐厅周 他希望在公司协力下 也能把台北餐厅周打造成为台北市的重要品牌 那我们也希望在台北能够有所谓的台北的餐厅周 所以呢最近为这样子要谢谢高闯就找到我们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 因为台北市其实民间的热力很强 然后呢动能很棒 所以呢我们就找到了我们的味道 我们这个风格美食直男 从虽然我们从2014年开始就献上了所谓的餐厅周 但从去年开始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变 所以我们觉得怎样来做一个公司协力公司合作 台北的餐厅周也能够办的有声有色 所以这就是一个让他很高兴的一个起点 就是呢我们民间开始在做 但把政府的力量也加入进来 然后让我们民间的力量就可以更加的蓬勃 也让这个餐厅周 未来呢能够成为台北市很重要的一个品牌 所以我想我们要共同来努力这件事情 台北市商业处方面表示 台北餐厅周集结台北市百间高品质餐厅 包括连锁餐厅各式异国料理饭店体系 米其林推荐餐厅和景观餐厅都名列其中 民众在线上领取数位护照 即可享有合作餐厅提供的1200元优惠套餐 欢迎民众上台北餐厅周活动网站 用超优惠价格体验台北市餐饮文化与美食风味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